警方早前将一名以慈善家身份 引人耳目的沙巴大毒枭 连同九名团伙逮捕归案 全国警察副总长南都斯里阿越汉指出 相比过去只是着重再起货毒品 警方如今会援引2012年 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 以及刑事法典第130V条文 由组织犯罪角度调查落网的贩毒团伙 因为这种稳定的生意 因为这种稳定是有很多的 可能有很多的目的 但是我们的联系和总统加上 以后提供的贩毒品 和尤普普通的贩毒品 也要有很多的贩毒品 因为他们的账毒品 要有很多的账毒品 和账毒品 我们的账毒品 做得到账毒品 让我们提供账毒品 阿玉汉今天在吉隆坡 主持一项直权交接仪式后告诉媒体 警方目前锁定沙巴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 行动焦点是把犯罪集团内部从上至下一网打尽 这名警队第二把交易承认 难以一劳永逸杜绝毒品问题 当前会更侧重于打击犯毒集团 五届阿曼毒品罪案调查局星期一 联手沙巴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 倒破了当地最大的贩毒集团 戳破一名拿毒头衔幕后黑手的不法勾当